死此生彼 这是讲六大轮回的特点 死了之后他又生了 这个意思很深 说佛的人必定要知道 要肯定 就说什么 说人没有死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现在一般人怕死 这个观念是最大的错误 是迷惑到极处 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是有生死的 人都是不死的 生死是身体 身不是我 这个要知道 灵性是我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 就是把我向上提神 不要将我往下堕落 造作不善 死了之后就变出生 就变我鬼了 这就错了 谁身受身 我没有死 我没有死 对生死 对生死就看开了 就看破了 生死看破了 对这个生之死 你就看得很正常 你一点也不恐怖 你会生到好地方 那为什么呢 你不经不步 头脑清醒 你自己可以选择 你不迷惑 如果迷惑颠倒 很容易走错路 眼睛看破了 眼睛看破了 我鬼里头看成天宫 你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上当了 很多假象 幻象 在中阴身时候发现 所以自己有定功 有主义 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 一切想念当中 念佛最好 念佛的人到基督时期 念佛的人走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应你 这无比的殊胜